9岁小孩墓里堆满230件国宝 棺果都被金银玉器堆满 如此豪华的墓葬 1400多年来没有被盗 只因石棺上的四个字 开者即死 放古代 这四个字应该能吓唬住盗墓贼 但在考古学家眼中 这四个字本身不可怕 可怕的是这四个字 用的并不是隋朝的繁体楷书 反而像是现代电脑的颂体 如果是现代人写的 为什么墓中没有任何被盗的痕迹 这事儿不能细想 连专家都被惊出一身冷汗 这座墓的规制也充满矛盾 墓葬的等级和规格极高 甚至达到了帝王墓葬的级别 但是占地面积却小得出奇 只有三平米 经考察这座墓葬的主人 是隋文帝杨坚的崇孙女 周皇太后杨丽华的外孙女 名叫李靖迅 去世的时候年仅9岁 据墓志明记载 李靖迅自幼受尽杨丽华溺爱 一直养在宫中 在他不幸夭折后 杨丽华甚至不惜打破封建制度 让他葬在自己的身侧 因为事出从己 所以墓葬的占地面积并不大 李靖迅的墓葬中 除了常见的陶友 还有大批的珍宝玉器 不仅有国家一级文物 金花蝶头饰 还有欠珠宝金项链 其中金项链 金镯皆来自国外 适者生前所需的各种日常浮育器 也一应俱全 其保存完好的程度和精细程度 是中国陪葬历史中绝无仅有的存在 在李靖迅的身上 我们看到了为数不多的皇室贵族的温情 纵观随代历史 也许李靖迅死在9岁那年 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 他受尽宠爱无忧无虑 将随代的富丽繁华囊括在了他的墓穴之中 这个深得祖母宠爱的女孩 也得到了上天的宠爱 让她能够不受盗墓贼打扰 安眠1400余年 也为我国的考古事业留下了珍贵的宝藏